中国大陆投资环境力连续四年下降 大陆台商现在是面临着缺工缺电缺资金的困境 对此受害台商高维邦说 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 台湾政府应该要松绑外劳政策 促使台湾的制造业回流 对此政院的态度是倾向支持的 详细的方案预计在这一两周内就会出炉 受害台商高维邦等人 日前组织台商台干要回家联盟 希望台湾政府正视中国经商环境恶化 投资风险上升的事实 帮助台湾制造业回流 外销制造业在国外不用的员工 是超过一千万 超过一千万的员工 这个包括协力产商 包括所有的有关产商 所以10%的回来就创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 高维邦呼吁松绑外劳促回流 事实上金建会正言拟 针对三大类台商 给予外劳配额放宽到40%的奖励 顺利的话预计将在本周或下周 确定整套方案 因为中国的薪资大概成长了三倍 所以更有回来的动机 我们有太多的案例显示 在中国不管是台商的人身安全 或是它的财产 事实上是不受保障的 那不受保障的基本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法治 中国不再是低劳工成本的世界工厂 台湾电建工会报告指出 大陆投资环境力连四年下降 台商投资意愿连三年下滑 台湾政府已开放外劳 向大陆台商招手 后续发展仍待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 成为魔龄家伟 台湾台北报道